厅堂上,姐姐宋婉晴哭得凄惨,连带着母亲也跟着抹泪,一时间家中愁云惨淡,连坐在上手的爹爹也摸着胡子,唉声叹气。 我偷偷抬眼瞧了瞧,又被丫鬟翠儿扯了扯袖子,老爷,那杨艳初再是英雄豪杰,我们宋家也不掩热,怎地如今他人快要不行了,却偏要我家女儿去填他家的窟窿。 母亲话还未说完,眼中却掉下泪来,姐姐从椅子上起来,朝着爹爹刚走了两步,就脚下一软跪倒在了爹爹脚下,声音还没出口,一连串的眼泪却掉了下来,砸在了地上,也砸在了父亲母亲的心底。 爹爹,女儿不能在爹娘身边尽孝,以后就要劳烦二妹妹了。 她哭得梨花带雨,扭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我,父亲母亲的目光也一同看了过来。 我在心底慢慢地叹了口气,不顾翠儿着急拉扯衣袖的手,往前走了两步,跪在了正厅中间。 父亲,母亲,大姐姐一向体弱多病,冲喜实在不妥。 还是我去吧,让大姐姐好在父亲母亲身边尽孝。 我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一抬眼就看到了母亲露出欣喜的笑容。 父亲脸上也是老怀安慰,大姐姐也松了口气。 我脸下眉眼,缓慢地长叹了一口气。 都好,都挺好。 我带着翠儿回了房间。 一进门,翠儿就哭丧着脸,关了房门。 声音几乎要哭出声来,瞧着倒像是要被送去冲喜的人不是我,是她。 小姐,你怎么? 我知她未说完的话是什么,明明要送去冲喜的人,该是嫡出的大小街,怎么偏偏我要站出来去担了这不好的差事。 那扬艳出几乎是将死之人了,小姐过去了,指不定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翠儿哭得眼泪掉了满地,那样子可比刚才厅堂上的大姐姐哭得情真意切多了。 我给自己倒了杯茶水,那又能怎么样呢? 爹爹母亲大姐姐才是一家人,他们心疼大姐姐过去,自然要用别的女儿来换了。 被捧在掌心宠爱的人才有底气,不被看重的,谁又会听我说话,考虑我往后的日子。 我叹了口气,放下茶盏,总是要去的,愿意不愿意,也由不得我。 我自己站出来,他们松了口气,我也算是能得个体面。 何苦挣扎,弄得大家脸面上都不好看,窗外的海棠开得正好,春似酒杯浓,醉得海棠无力。 我轻笑一声,让翠儿给我倒了杯冷酒,一杯饮尽,醉倒在窗边的小榻上,一连串的水珠挂在脸上, 分不清是屋外被风吹进来的风雨,还是女儿家扶平潦草的下半生。 杨艳初是杨家的幼子,不过刚到若冠,就已经是三军元帅,位居一品。 又因在关外连斩四名敌国大将,龙颜大跃,特许了杨艳初日后承袭杨家的侯爵之位。 京里的人都是仁京,一早早地就小侯爷小侯爷地叫上了。 谁知道受赵林要回京的结果眼上,边关出了事。 先是派人关门叫阵,杨艳初出门迎敌。 敌军边打边退,将人引出的距离足够远后,又派兵伏击杨艳初。 杨艳初父辈受敌,军中却出了岔子, 许久未有人来支援。 纵然扬艳初天生将才,也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带着十几名亲兵杀出重围,可也身受重伤。 半个月前抬回京后,许久也没传出来动静。 只是每日太医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侯府,后来就干脆住进了侯府之中。 我爹宋大人早年间得罪了人,被派去了边关的苦寒之地做文职。 天赶上边关的那些异族的湖人,冬季无米无粮下渡,来城里打劫,险些丧了性命。 十来岁的杨艳初一身灰土,骑在马上将人救下。 面对我爹的感恩涕零,咬着草根不耐地回了一句, 你要真感激,敢明把你闺女嫁给我当媳妇好了。 本是一句玩笑话,却在回京后得知她是杨家幼子后变了。 我爹在母亲的催促下,尚赶着去了杨家。 把杨艳初的话一说,武将世家倒也算是痛快地认下了这门亲事。 宋家,嫡女。 可杨艳初半月前生死不知地回了京后,家里就变了模样。 欢喜的姐姐和母亲从此整日以泪洗面。 下了潮,爹爹也唉声叹气。 纵然知道他们三分真七分假,不过是在作戏给我看,也还是心里难受。 也罢,女儿家总是要出嫁的。 那人或高或矮,或胖或瘦,都是要嫁的。 如今,起码还知道杨艳初一表人才,也不算是盲婚盲嫁了。 两家大婚要走三叔六礼,换庚谱,过定礼,准备嫁妆,然后还有许多事宜。 如今事出突然,一切从简,只换了名帖和庚谱,就连带着嫁妆和坐着红叫的我,一同送进了杨家。 给爹娘敬酒时,爹爹母亲仿佛真嫁了女儿一般高兴。 本该是迎亲的新郎和我一同拜见爹娘。 听得住词,可眼下便只有我一人了。 爹爹的住词是夫妻和顺,白头偕老。 母亲的住词是恩爱相邪,早生贵子。 宋婉晴一身颜色鲜亮的新衣,看我的目光三分得意,五分欢喜,还有两分情真意切的担忧。 我知她担忧的不是我,只不过是女儿家的另一番惆怅。 我低着头脸下眉眼,虽然早就放下了,可如今见她们这般毫无用心地对我,谁的心又不是肉做的呢? 坐着简陋的花轿,路过街边时,还能听到有人再问,谁家的女儿嫁人这般简陋? 送家的嫁给杨家的小公子冲喜,然后离得远了,还能听到说话的大嫂将写着一阵叹息。 我低头从红盖头底下的缝隙,看向手里捧着的大红苹果。 人受伤了,生病了,该去看大夫才是。 用人冲喜,哪能成呢? 我胡思乱想着,就到了杨家的大门,没有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没有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 整个侯府静得吓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愁云惨淡的。 翠儿扶着我下了轿子,接着我就被府中的嬷嬷,送进了杨宴处的房间。 屋子的房门一打开,就能闻到浓重的药味,还有血腥气。 大婚荡日,翠儿自然不能同我一起。 我在门内站定,就听那个嬷嬷客气地开口。 少夫人今夜大婚,便在这儿委屈一夜吧。 明一早,夫人让我再给您安排房间。 我点了点头,劳烦嬷嬷了。 房门被关上,屋内就只剩下点燃的龙凤竹。 都是第一次成婚,多少还是有些紧张。 我用手拖着头上的红盖头,小心翼翼地抬眼往床上看, 里面一丝动静也无。 我有些怕了,别不是我刚嫁进门,那杨宴出就没了吧。 我立马快走几步到了床前,心口砰砰跳了几下。 我咬着唇,很下心,伸手拽开了帷幔。 本以为看到的杨宴出会是面色惨白,人是不省的病弱男子。 谁知一拽开帷幔,却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握住了腕子。 我吓了一跳,惊呼出声。 啊,那人鼻梁高挺,唇形单薄,见眉心目,此时正眉眼坏笑地看着我。 呀,吓到我家娘子了。 我心口跳得厉害。 谁,谁是你家娘子,放开我。 我下意识反驳出口,想将她的手挣脱开,却被她用力一扯,整个人落进了她的怀中。 她的大手贴在我的腰间,将我完全笼罩在她怀里。 我又惊又怕又羞,推又推不开,跑又跑不掉。 眼圈一红,几日来的担惊受怕,终于没忍住落了泪。 见我掉了眼泪,那男子立马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莫哭,莫哭。 他手忙脚乱的,要拿手帕替我擦眼泪,又怕动作幅度太大,害我摔出去。 只好小心翼翼地顾着我,样子倒是着实滑稽可笑了些。 等缓过神,我就听到自己笑出了声。 见我笑了,他吐了好大一口气,脸颊微红地将我放到床上,声音温柔。 刚才梦浪,吓到了娘子。 我红着脸摇了摇头。 说好听些,我是送来杨家冲喜的,说得不好听的话,我就是我爹送来杨家抵债的。 对我态度如何,全凭杨家的良心。 杨艳初握住我的手钻在掌心半天,小声地叫了我的名字。 阿福,我有些愣神,从前在家里,他们都叫我二小姐,二姑娘的。 只有小娘还在世时,才叫我的小名,阿福。 和姐姐千挑万选的婉情相比,阿福更像是随口叫了那么一句,就成了我的名字。 杨艳初却像是叫上了尹,眼睛冰着我的脸,又轻声唤了我一句。 阿福,我低着头应了一声。 第二日一早,有摩摩带着翠儿来叫我起床,去前厅拜见公婆。 我红着耳根去榻上推杨艳初,微微用力,她却丝毫没有要醒的意思。 我又怕门外的摩摩等得着急,只好小声地叫她,相公。 刚才还在睡得打呼的人,瞬间握住我的手。 声音带着沙哑地喊我,娘子唤我何事? 她明明就是在装睡,见她笑得眉眼弯弯,我只得红着脸地指了指门外。 摩摩来叫我去给公婆敬茶,你你不好出去,就去床上睡吧。 她分明身子康健,却要对外装出生死不知的样子。 她没告诉我,我也不好去问。 总之,她有她的道理。 我既然嫁给了她,无论好是坏事,也只好替她遮掩。 指尖被她拉住,她眼带笑意地扯我,我刚梳好的发迹被她按住。 大手冲了冲我的口支,又冲了冲我的眼尾,把眼尾磨得微红,像是刚刚哭过。 她轻声细语地告诫我,不想瞒你,可确实事出有因,还要装作憔悴些才好。 我心中烧尘,如林大笛般地点头答应。 她轻笑着捏了捏我的指尖,别怕。 只要我一天不死,还没人能欺负得了你。 我脸颊微红的应声,我是信她的。 十几岁就上了战场,能守护万千人的少年将军,我自然无不信她的。 得了杨艳出的话,我心中略微放松,跟着嬷嬷前往正厅给公婆行礼。 一入正厅,我拎着裙脚跪下给母亲奉茶。 她模样看上去三四十岁,装扮干练,就连头上的头饰也带得很少。 我脸了眉眼,低头去捧茶碗。 心里想着,看来将军府的日子也不算太宽裕。 下一瞬,就被她握住手腕,我吓了一跳。 就见她掌心带着常年习武的老茧,笑眯眯地从腕子上取下两只半斤重的金镯子,套进了我的手腕。 看样式倒是吐气,只是金两着实吓人。 手上一沉,连手都抬不起来了。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我不得母亲喜欢,要用这法子来给我下马威。 母亲,她却伸手掐了下我的脸,然后眼睛正亮地,朝着一旁的威远侯,惊奇地喊了一句。 这经理娇养长大的姑娘啊,就是娇嫩,不怪你儿子老远就惦记。 我还没听清,就被威远侯倾壳着打断了话。 老侯爷是五驾,没续胡须。 瞧着反倒比爹爹这些文官,看着年轻。 我两只手沉得都抬不起来,看着送到面前的茶杯,有些着急了, 却被婆婆一把从地上薅了起来。 回去吃早餐吧,咱们将军府规矩没那么多。 我坠坠不安地被赶出了门,眼神看向一旁的老侯爷, 可他只是笑着,没有半分被妻子折了面子的不悦。 临走前,母亲还装四狠小声地同我说, 验出身子不好,你也见到了。 我红了红脸,在母亲暧昧的眼神中应了声。 见到了。 母亲开心地大笑两声,伸手大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险些把我拍飞出去。 见我瘦弱,立马咳了两声掩饰。 她这个样子,两日后回门,怕是要让儿媳你受些委屈,自个儿回去了。 这件事我早就想过了,只是母亲这般细心地告诫,倒是让我心里妥贴。 她待我好,不算委屈。 母亲挺喜欢我的。 自从我刚回婚房,就有几个粗屎嬷嬷抬着巨大的箱子来送我,就能看出一二。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各种名贵的首饰,光是半斤重的金镯子就占了一半。 从前家里好的首饰都是姐姐的,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吓了一跳,赶紧关上了门,瞧着一箱子的首饰,手足无措的,碰也不敢碰,摸也不敢摸。 杨艳出那人坏透了,只管在一旁笑个没完。 我有些恼怒地跺了跺脚,你你怎么还笑,这么多? 我。 她却不以为意,这里瞧瞧那里看看。 我娘喜欢你,她参军多年,和普通的女子不同,听说你是替姐姐嫁过来的,怕你心里委屈。 又听说经理的姑娘家都喜欢首饰,她又不会挑,就送了她觉得好的,重的来给你。 你若是不喜欢,就拿几个去容了做新样式。 杨艳出拿起镯子在手上抛了抛,一抬眼,就见我双眼通红。 吓了一跳,你,你怎么还哭了? 我声音哽咽地解释,母亲待我太好了,我心里不好受。 她快步走过来,替我擦了泪。 你可是我们杨家的大功臣,你瞧,你一来,我这个病入肛荒的人都站起身了。 我被逗笑了,声音哽咽,你本来就好好的。 那你也是大功臣,你都不知道,你没来我一个人蹲在屋里有多无趣。 杨艳出伸手握住我的手腕,把手上的大金镯子,一只一只地套上来。 伴上,我两只细白的手臂都被套满了。 沉得半点都抬不起来,她认真地看了半天开口道, 还真是不太好看,我娘喜欢你的心思可太重了,瞧着都沉人。 我被她逗得想笑,她就定定地抱着金镯子朝我发呆。 阿福,你笑起来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姑娘。 我脸色一红,不好意思地伸手推她,却被沉重的金镯子扭了腕子。 吓得杨艳出连忙帮我卸了下去,只是手腕上的红痕还是留下了, 一抬手就看得明晃晃的。 转眼三日就到了,母亲早早就准备好了回门礼。 新做的首饰只选了样式,还没打好,就只是换了新衣服, 首饰什么的还是戴了从前的。 刚进门,就见了满院子的人。 翠儿暗自高兴,伸手扯了扯我袖子。 我们小姐嫁得好了,你瞧,对您立马就不一样了。 我拍了拍她的手,要她说话谨慎些。 走了几步,就进了母亲的院子。 依旧如从前的摆设,只是摆件名贵了许多,像是兜重新换过。 心里疑惑着,母亲一向不太待见我, 我回门她不该如此大动干戈。 进了门内,见到了站在母亲跟前的两人, 我方知缘由。 那二人正是姐姐宋婉晴和我曾经的未婚夫。 宋婉晴的亲表哥,许三公子许智钊。 拜见母亲。 拜见母亲敬茶时, 我一弯腰、袖口就露出了腕子上的红痕和上面过时了的首饰。 趁着我特意多付了一层的粉, 瞧着没有心腹的娇嫩, 倒是看起来憔悴许多。 拜见了母亲, 又同二人打了招呼。 刚在座位上落座, 就感受到有一道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那目光直勾勾的, 让我有些不适。 我借着端茶的余光一描, 是许三公子在盯着我, 心头猛地一沉。 宋婉晴眼神瞥见了,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二妹妹瞧着, 倒是憔悴了许多。 我心头一紧, 从前我若是哪里惹了宋婉晴, 她便会学着母亲的样子, 不嫌不淡地说上一句旁的。 底下的下人心有八戒, 自然会上赶着来收拾我和小娘两个不受宠的母女。 身旁的翠儿脸色一白, 险些腿软跪了下去。 我身边唯一的丫鬟翠儿, 当初原是伺候宋婉晴的。 那日去给姐姐送果子, 不小心在花园里摔倒了, 小丫头八九岁瞧着哭得可怜极了。 我心一软, 就和姐姐说是我馋嘴吃掉了。 之后三日, 宋婉晴笑着和爹爹说我吃胀了肚子, 便不用吃饭了。 翠儿也被她屋子里的嬷嬷打骂了一番, 阴阳怪气地送到我房中挨饿。 美其名曰, 给二妹妹送的人伺候着。 翠儿从此就留在了我身边, 挨伐她跟着, 挨骂她跟着, 挨饿她也跟着。 我小娘看了只觉得心疼, 先给我擦药, 再给她擦。 还苦中作乐地笑称一句, 不用遭罪就平白得了个姑娘。 再后来, 小娘因病去世了, 我俩也成了这府中无人疼爱的孩子。 原来我和宋婉晴的关系虽没有多好, 可也不至于太差。 毕竟她是爹娘疼爱的嫡女, 而我只是个偏房所出的庶女, 一切都悦不过她。 直到吉姬那年, 许家的亲朋前来参宴。 那时杨宴初还未受伤, 是个顶好的夫婿, 婚事两家还未定妥, 不好声张, 许家不知道, 许家姨母就上门来提亲。 我从花园路过, 感觉有人在身后跟着我。 府中办事, 人多眼杂。 我心里慌张, 就往花园里面跑, 刚走几步路, 就被一身桃色花袍的许志招拦住。 她眼神肆意地落在我身上, 我脸上, 语气轻挑。 你是哪家的姑娘? 你说了名字, 我好叫我母亲前去提亲。 翠儿挡在我前面, 声音害怕得都快哭了。 你登徒子。 我捏住翠儿的手, 正要拉着她往回跑。 就听, 一道散漫的声音, 从拐角处响起。 我还想着是谁这般不要脸, 拦着姑娘不放, 原来是许三公子。 许志招面色不好看, 我则趁机拉着翠儿跑了。 只是有些可惜, 没能和出生帮我那人道谢。 许志招不是良配, 可她提亲宋婉晴被拒后, 又让许家姨母开了口。 她是嫡子, 我是庶女, 两家官职相近, 说起来还算是我高攀了, 也不算是太坏的婚事。 母亲不好拒绝, 只得脸色难看的同意。 虽说是宋婉晴不要的婚事, 可见许志招看上我, 还是让她给恨上了。 而如今, 见许志招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母亲将茶碗撂在桌面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扶丫头, 以后见了志招, 该要改口才是。 我愣了下, 随后起身道了声。 是。 比起家是显赫, 却生死不知的杨艳出, 许志招知根知底, 又是表哥, 倒也算是旧级之下的良配。 拜见过母亲, 便随着众人一同前去前院。 里面都是书拜家的沈娘, 母亲平日里交好的娘子们。 一进门, 几位大娘子的眼神 就扫在我的身上。 其中, 许志招的母亲许姨妈 厌恶我的表情最是明显。 她本就看不上我, 如今许志招终于碎了她的心愿 要娶宋婉晴了, 此时更是看我 鼻子不是鼻子眼睛, 不是眼睛的。 我倒是没太放在心上, 如今不用嫁入许家, 扬艳初又待我不错, 便把许家当成是寻常亲戚便是。 同几位娘子打过招呼, 面对许姨妈句句带次的话, 我也是能忍则忍。 今日一别, 下次归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没必要为了一时之气, 让他们寻找由头在经里编排我。 杨家此时正是多事之秋, 不必多生是非。 可我这样想, 并不代表别人也这般想。 出门要归家时, 许姨妈又起了作弄我的心思。 大庭广众之下, 就要我跪下向母亲跪谢养育之恩。 你母亲是个辛苦的, 养得你这般大了, 如今嫁了公爵府这样好的人家, 你也该谢谢你母亲才是。 翠儿拽了拽我的袖子, 我没吱声。 众位夫人也都没开口, 只把这事当成个笑话来看。 本来拜谢母亲也不算什么大事, 凭她天王老子, 见了嫡母也是要行礼的。 可她千不该万不该地加了一句, 怎地还不愿意? 杨家武将是家。 怎么嫁过去不过几天, 这规矩还坏了? 经理的人如我说的一般, 都是人精。 此时见杨艳出生死不知, 杨家的独子若是没了, 杨家的荣耀也算是到了尽头。 这哪里是来奚落我力规矩, 分明就是借着我来打压杨家。 我这个杨艳出的心腹, 若是此时就这么贵了下去, 杨家以后再经理哪里还有颜面? 这帮妇人好恶毒的心思。 我身子一阵, 半跪下去的膝盖又不动声色地直了起来。 姨母说笑了, 本来贵母亲乃是天经地义的。 可我心价扬艳出冲喜, 万不该再此舍了福分, 若是相公有事, 只怕诸位担不起圣上的怪罪。 我杨起头, 腰板挺得笔直, 声音清脆响亮。 我可以不要颜面, 活得卑躬屈膝。 可我既然嫁给了杨艳出, 成了那个名满天下的少年将军的心腹, 便不能让人舍了他的颜面。 杨家保家卫国, 驰骋江场, 多少儿郎葬送在了边关。 如今, 哪里是一群活在阴沟里的人, 可以想着法子折辱的。 岂不可笑? 从前我是家中庶女, 见到许姨妈来家中, 都是低着头小心谨慎的。 她还从未见过我如此伶牙俐齿的模样, 立马怒从中来。 好啊。 我还当你从前还算乖巧, 如今嫁入高门, 立马朝我这个长辈耍起了威风。 我眼神不躲不闪, 声音清脆地回道, 正所谓天地君亲师, 我也算是奉旨嫁进杨家的, 自然是要将陛下的旨意放在最前面的, 姨母难不成, 还想和陛下比较不成。 杨宴出病重, 陛下特允大婚冲喜, 说是奉旨出嫁, 也不为过。 众位夫人脸色一变, 谁也不想应成这句话。 母亲连忙过来打圆场, 你姨母也是为了你好, 你嫁入高门, 懂些规矩才好。 我冷着脸, 出言讽刺, 好话当然要好好说, 说得不好, 让人听得心里不舒坦, 那算是什么好话? 宋婉晴健壮, 也上前开口, 表面说和, 内力挑唆。 二妹妹也真是的, 姨母不过一句玩笑话, 你不愿跪, 母亲也不曾怪你, 怎滴突然就摆起了脸子。 你这般行径, 倒像是我们宋家没有家教一般。 她面色难看地 在宋家两个字上加了重音, 眼神狠狠地看向我。 我知她的意思, 凭我如今是谁, 愿意还是不愿意, 终究是宋家的二小姐。 宋家不好, 就是我不好, 我不好, 宋家也会被牵连。 可这道理不是这样的, 老实本分的人, 不应该就这么被人理所应当地欺负, 保家卫国的英雄 也不能就这么被人折辱。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小娘刚去世时的场景。 小娘那会儿重病在床, 我去求着母亲请大夫, 母亲面上担忧, 实则下面看眼色形式的人却推三阻四。 任我怎么苦苦哀求, 他们也只是拖着我和翠儿两个孩子, 随意敷衍着, 快了快了快了。 我知道他们是想逃主人家的欢心, 可我还是难过。 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 怎么就成了像主子献殷勤的物件了呢? 大夫接连来了几次, 小娘一天不如一天, 身体瘦得仿佛是张宝纸片。 她牵着我的手, 说着眷恋的话, 小娘一生过得不好, 唯一还算欢喜的就是生下了你, 你爹爹不提也罢, 你要记住, 你能靠得唯有自己。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仰面躺在床上看着屋顶, 最终眼角流下泪来。 这世间又有哪个女子是过得好的呢? 小娘在我和翠儿的哭声中咽了气, 去世时, 正赶上爹爹进了官职。 母亲说家中有人丧了不吉利, 就着人把小娘的尸骨寻了个地方埋了。 小娘没了, 家中却因为我爹的晋升办了几桌喜宴, 怕我挂白冲撞了各位大人。 就只留给了我一块简陋的牌位, 气得翠儿在屋内哭骂, 小娘人那么好, 怎么人没了还不如一场宴席。 我跪在地上没说话, 给小娘烧了些自己偷偷捡的纸钱。 我听闻, 地府引路的鬼叉是要给上一些引路钱的, 这样才不会受人欺负。 我不希望她下辈子能大富大贵, 只希望小娘生得普通些, 家里吃得上饱饭, 有上鸡母粮田, 不用再靠着卖她给弟弟娶媳妇就好。 如今, 我在心中重重地叹了口气, 本来想着都嫁了, 大家就维持着表面平和好了, 总不好叫外人看了笑话。 可如今, 一个两个真的把我当软柿子捏了, 我就有些不想忍了, 也忍不下去了。 一直以来, 压在心底的火像是被猛地点燃, 我突然痴笑了一声。 大姐姐说话是真好听啊, 只是不知大姐姐若是处在我这境遇里, 可还能有现在的三分笑颜。 若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颂字, 难道我颂晚福的颂和你颂晚情的颂不是一个颂吗? 我话虽没有说实, 可这经理四处漏风, 在场众人心头一转, 哪个不知道我本来就是个被推出去顶包的, 只不过趋言覆势, 都装作眼瞎过日子罢了。 许姨妈面色难看得要死, 平日里和家中小娘撕扯的无状样子拿了出来。 你个小娘养的, 还敢教训起我来了, 今日我就教教你该怎么和长辈说话。 说着就带着丫鬟嬷嬷要来撕我的嘴, 我皱着眉头带着翠儿往后躲了躲。 母亲家中早年是地方小官, 许姨妈没受过女学, 也没人教多少规矩。 后来进了京, 有了母亲, 家中一切好起来了, 可许姨妈的秉性却定下了。 平日里还能装得一二, 一旦生了怒气, 那真是不管不顾的撒泼。 眼看着她冲了上来, 母亲和一众夫人也没有要管的意思。 我心里哀叹, 果然一时的爽快, 总是要拿什么换的。 在翠儿的惊叫中, 她的手就离我的脸只差分毫, 我下意识闭上了眼。 只听马蹄声响起, 一道鞭子狠狠地抽在了许姨妈的背上。 她哀嚎一声, 往后倒退了几步, 被丫鬟婆子扶住。 许姨妈尖叫出声, 谁敢打我? 小姐, 翠儿带着泪地上前查看我的脸, 我睁眼往后看。 我婆婆董若英正一身戎装, 骑着高头大马, 满脸怒容地站在我身后。 是我打的, 见我看她, 她安抚地看了我一眼, 立马长边直直许姨妈。 好啊, 我杨家的儿媳。 也是你个泼妇能随意打骂的, 真是欺负我, 杨家无人了吗? 说着就手腕反转, 当着众人的面接连几鞭子, 毫不留情地打在许姨妈的背后。 鞭子打在身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夹杂着许姨妈的惨叫, 一时间颇为吓人。 可纵然是雷霆手段, 狠力非常, 我却只感觉心头意暖。 阿娘啊, 自你走后, 也有人真心地来护着阿福了。 婆婆骑在马上, 眼神狠力地看着母亲和宋婉晴道, 还要感谢亲家母, 将阿福这个福星嫁到我们家, 不然只怕我儿子还睁不开眼呢。 听闻这话, 宋婉晴身子一颤, 险些摔倒。 宋家一门良女, 和宋婉晴结亲, 杨艳初就在战场上被围杀, 险些身亡。 和次女宋婉福结亲, 人都一只脚踩进阎望殿了, 却硬生生地回魂过来。 哪个是福星, 哪个是灾星, 岂不算是有目共睹。 宋婉晴得了这个灾星的名头, 日后在这满是忌讳的皇城里, 还有哪个敢和她有交集? 被翠儿扶上马车, 我心里明白。 母亲纵然在世大度, 自家儿子一受伤, 宋家就换了人, 换作是谁也心中有气。 回去的路上, 我忧心忡忡, 反观母亲不仅停了马车, 在京中最大的糕点铺子 给我买了半马车。 到了家门, 还直接喜气洋洋地同我说, 快回房去看看你相公吧, 她可是担心得不行, 你一出门, 就央着我去接你。 我面色一红, 立马回了房间, 见我推门而入, 杨艳出立马凑了上来, 急切地询问, 你回门, 可有人欺负你。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她又满面怒容, 我就知道, 若不是我爱, 哪里还要等母亲和父亲下潮, 只怕是去得晚了。 说着, 还要伸手来检查我是否有伤势。 我连忙按住她的手, 捏在掌心, 心中却像是泡进了温泉水中, 一般妥贴。 是有人想让我跪, 可也被我骂了回去。 我脸色有些红, 语气犹豫, 怕杨艳出觉得我是个凶悍的女子。 可谁知她一听, 立马眼神明亮地拍手, 夸赞道, 娘子果然慧智兰心, 何该是嫁我才对。 我羞涩地推了推她, 转瞬又想起 母亲在大街上打了命符。 母亲不会有事吧? 头被杨艳出揉了一下, 乱了一缕头发, 她却指尖缠绕 而上当成了什么宝贝一般。 能有什么事? 杨家的独苗苗都要没了, 母亲心中有气, 有火。 便是借着这个游子打杀几个, 陛下也会体谅的。 说吧, 话锋一转, 她又凑过来问我, 娘子快给我学学 你是怎么骂人的, 我好, 也和娘子学上一二。 我一字一句地学给她听, 她像是从未出过门的公子一般, 我说什么, 她都笑着夸赞。 即便是骂人, 也能夸上一句, 娘子真是口齿伶俐, 若是上了战场, 只怕要骂得对面开城门投降了。 翠儿一大早地, 就跑得脸颊通红地来寻我, 整个人喜气洋洋, 嘴都要咧到耳根子了。 此时, 我正在屋内和杨宴出吃早饭, 先喝口水再说吧, 瞧你急的。 翠儿就端着茶杯, 连贯了几大杯茶水, 站在门口, 嘴就跟倒豆子一般, 将前几日回门的事, 学了个一清二楚。 前面的事都知道了, 后面的可就有意思了。 母亲打完许姨妈, 许姨妈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面子, 就哭着喊着要许姨父去陛下面前告狱状。 许姨父的官职也算一般, 平日里上朝都要站在后排, 哪里愿意管许姨妈这件破事。 许姨妈折腾了好几天, 也没人愿意帮她出这个头。 于是魂人出雍招, 居然想着找个道士做法事, 要让杨艳出立马魂飞席天。 结果那道士是从边关来的。 曾经被杨家军救过, 收了重金后一问, 立马连夜到了侯府, 前后言议说, 老侯爷立马脱窥卸甲到了狱前。 陛下, 陈戎马一生就这一子, 如今病重, 晨妻日夜忧虑, 难免心中不渝, 这才对人动了手。 可无论如何, 也不该用这种法子来皱犬子啊, 它就算再不对, 也是为了护卫边关受的重伤啊。 老侯爷在朝堂上哭诉, 我那个爹爹最是视力不过, 只剩最后一个女儿, 无论如何, 要有最大的价值才是。 许姨妈用了坏法子, 母亲不去怪她, 反倒打上侯府要来找我说道。 杨燕出一听, 立马脸色阴沉下来, 凭她是谁, 也配来教训我的娘子。 关门必客, 就说我被皱了, 又不行了, 我看她哪有脸来教训你, 给我气得没忍住一拳打在她的肩上, 插腰瞪眼骂人, 不见就不见, 怎地还皱自己。 杨燕出一脸心疼地接住了我的手。 轻轻揉了揉后, 一脸乖觉, 娘子说得都对, 你泼皮无赖。 我扭头害羞不去看她, 偏她非要绕过来找我。 我是泼皮无赖, 只对阿福泼皮无赖, 旁人我是一眼也不看的。 她眼底赤诚, 看过来时, 让我如冬日观眉时喝了暖酒, 从搅暖到了心窝子。 母亲上门被人拦了, 京中的流言蜚语却不肯停。 本来爹爹都开始要为宋婉晴寻心地亲事了, 奈何京中有了传言说, 你到那侯爷夫人那般凶悍, 为何独独对那刚入门的宋二姑娘上心, 又是金银首饰, 又是真凶美味的。 还不是人家宋二姑娘是个有福气的。 听闻啊, 那宋二姑娘过去冲喜之后, 小侯爷的身子那是一日好过一日。 我也听说了, 宋家两个姑娘, 一个福星一个眉星, 从前只当是大姑娘是好的, 现在一看, 谁好谁坏一目了然。 都是劫亲, 头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都没扛住, 此一个命都没了, 还能缓过来。 要我说呀, 这宋大小街, 谁碰谁倒霉。 最后没了法子, 母亲又想让许家来接烂摊子。 可许家如今许姨父在看城门, 许姨妈受了鞭子, 又被圣上打了板子, 生死不知, 许志昭也丢了差事。 一家人恨都要恨死母亲和我了, 哪里还会让宋婉晴进门。 家里没了主意, 爹爹居然带了母亲再次上门, 嘴上说着来看看杨艳初, 实则进了内院, 母亲带着嬷嬷把我拿着入了内门。 我心头一动, 有了些许猜测, 又觉得也不至于。 母亲和爹爹不是来看相公的吗? 母亲板着脸坐在上位, 面上涂了粉, 却依旧能看出面色不好, 想必是许久未曾休息好了。 你一个树出的丫头, 我也未曾搏带你, 你母亲被家里卖了进来, 我心里不悦, 终究还是忍下了你和你小娘。 我低着头没有回话, 我之所以还能叫上她一句母亲, 也是因为这些。 未曾将小娘打杀发卖, 生重病时还叫了大夫, 她也还算人善。 让你替了你姐姐的婚事, 虽是有不对, 可哪家女儿到了年纪, 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怪也只能怪你大姐姐, 是我肚子里生的, 你是你小娘肚子里生的, 这都是命数。 前几日你回门去, 好一阵微风, 将你许姨妈一通打骂, 如今你大姐姐的婚事没了着落, 难道你这个当妹妹的, 脸上就有光了? 我皱了下眉, 刚张嘴要说话, 就被嬷嬷狠狠地掐了下腰。 要说出口的话, 被出口的痛乎遮掩, 如今经理几乎快没了你姐姐的活路, 我只问你, 杨艳出的身子可是真的好了? 母亲林玉如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的脸, 我心头一紧, 直到自己的猜测成真了。 母亲来看相公, 却不去她的屋内看她, 反倒来问我, 林玉如看了我几眼, 冷哼一声, 你嫁进来后倒是胆子大了许多, 不过也不用和我摆心眼。 你大姐姐便是再不对, 也是你嫡亲的大姐姐, 如今她的处境你还出了力。 杨艳出身子不好, 你就借着一人照顾不好, 自请你姐姐过门来当平妻, 如此才算两全。 我身子猛地一凉, 想到从前在府中的处境, 又想到杨艳出对我笑的模样, 我眼睛一酸, 泪水不自觉就涌了出来。 林玉如见我不愿, 语气严厉道, 你不愿意。 那杨家白得了新儿媳妇, 能不愿意。 那杨艳出得了个如花似玉的女娇娘, 能不愿意。 你的不愿, 也不过就是给自己添一个善度的名声而已。 心头一致, 林玉如以为我动摇了, 立马又软下声音来劝我。 这世道不易, 你和你大姐姐都不容易, 能嫁到一起相互扶持不是挺好的。 胸口像是被狠狠地压了一块大石头。 压得我连喘息, 一口气都费劲。 我一把正开束缚着我的嬷嬷。 第一次, 我终于不是弯着腰, 看着地面的回话了。 当日你们送我来冲洗时, 从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 把我就像是货物一样送进了杨家。 如今, 大姐姐嫁不出去了, 你们见我这里好了, 又硬要把人塞进来, 还说什么相互扶持。 这话说出口, 母亲真的不觉得亏心吗? 林玉如被我博了面子, 面色不好, 声音也尖锐了起来。 如果我没送你来杨家, 你以为凭你的身份 能嫁进公爵府当正妻。 你从前的读书识字, 没有我的首肯, 哪个肯让你一个庶女去学堂。 如今你过上了好日子, 就要看你姐姐下地狱不成。 我看你许姨妈说得对, 你的良心都被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眼泪夺眶而下。 如今是好日子了, 那当初杨大公子生死不知的时候, 母亲怎么不让大姐姐来呢? 说什么冠冕堂皇地为我好, 不过是拿我当一枚 随时可以替代姐姐的棋子。 我抬手随意且粗鲁地抹了一把脸, 深吸了一口气, 从今日起, 大娘子若是愿意上门, 就只当作亲戚相交, 若是不愿。 我便当自己是个没了娘家的人罢了, 至于让我开口去求相公让姐姐进门。 我冷笑一声, 没门。 林玉如大怒, 巴掌狠狠地拍在桌上, 茶盏到了一桌面的水。 跟来的嬷嬷见她生气, 嘴里骂着剑皮子还要上来锁我, 到我敬前的下一刻, 门被狠狠地踹开。 杨艳出一脚就将那嬷嬷了个倒退两步, 她嘴里哀呀妈呀地惨叫着摔倒在了地上。 我心里一惊, 相公。 林玉如先是吓了一跳, 紧紧捂住胸口, 听到我的称呼, 见杨艳出身子鼓樱朗, 眼里马上戴上了惊喜。 上前两步就要去拉杨艳出的手臂, 热情道, 贤婿。 然后被皱着眉头的杨艳出手臂一躲, 晃了个亮呛。 谁是你的贤婿? 你的贤婿此刻不正在家中长须短叹吗? 哪里有本帅半点英姿飒爽? 我本来心中还有郁杰, 听他这般不要脸面的夸耀, 没忍住笑出了声。 杨艳出见我笑了, 立马拍了拍手, 朗声道, 你们还不快来请送大娘子归家。 几个孔无有力的嬷嬷, 各个身板挺直下盘稳扎稳打, 身上像是多少带些功夫的。 嬷嬷们不顾林玉如的挣扎, 硬抓着几人就往外走。 杨艳出这不吃亏的性子, 抓着我的手把玩着, 还要出口伤人。 这都快午膳了, 还赖在别人家不肯走, 不会是来咱们家打秋风的吧? 好歹还算是无品官家的夫人, 还要蹭别人家的饭不成。 气得林玉如一口气上不来, 险些昏死过去。 将人赶了出去, 扬言出一纸刚才的几位嬷嬷, 客气地给我介绍。 孙嬷嬷从前在边关市母亲的贴身陪嫁, 学了一身武艺, 和母亲上了不少战场。 李嬷嬷,府上的老人, 母亲嫁过来后, 家里老太太送来她身边照顾的, 母亲一个武将家的出身, 连账本都是她教的。 韩嬷嬷从前家中世代学医, 被人陷害家族落魄, 就被母亲给招揽了, 成了她军中的军医。 最后一位是王嬷嬷, 是母亲的乃嬷嬷的亲闺女, 看着孔武有力的, 实则琴棋书画, 宫中礼仪都是精通。 几位嬷嬷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和我母亲在战场上厮杀时, 身上落了伤, 让他们回家想轻浮又不愿意, 就留在府中了。 你若有不懂的, 不会的, 问他们即可, 有这几位嬷嬷在你身边, 日后若我回来不急, 也不会让你被人欺负了。 看着几位嬷嬷亲切和蔼的目光, 又听着杨宴出的细心周到, 我退后一步, 朝着几位嬷嬷行了一个晚辈的礼仪, 日后阿福还要多多仰仗各位嬷嬷, 几位嬷嬷连忙把我拉起, 眼神里却都戴上了满意的神色。 母亲得知我受了委屈, 还拉着我去了山上的庙里, 请了小娘的牌位回来。 我捧着牌位, 眼圈都哭红了, 母亲却拉着我道, 想必你母亲也放心不下你, 还是日日看着的好。 当夜, 我是趴在杨宴出怀里, 哭到睡着的。 隔日, 李嬷嬷就来给我布置功课了。 我还端着周晚, 眼睛瞪大了, 看向杨宴出, 声音都高了三分。 要我管家? 我才嫁进杨家, 满打满算才大半个月, 怎么就来让我管家了? 杨宴出见我吓了一跳, 忙放下筷子, 目光柔和地看向我。 你忘了昨夜我同你说什么了? 我想起昨夜晚间, 杨宴出躺在榻上同我说, 今日我出面赶了宋大娘子, 明日满京就都会知道 我身体恢复了。 我若身子好了, 潮中有人怕是要坐不住。 我吓了一跳, 立马从床上翻身坐起, 朝阳宴出那里看。 那他们还会来害你? 听我声音颤抖, 他笑着从踏上起来, 坐在了我的身侧, 阿福不怕, 他们要是能害得了我, 早就害了, 还用等到今天。 嬉皮笑脸的少年郎君, 猛地收敛了笑意, 越发像是伪装成猫的猛虎。 摘掉拆环的发丝, 被他的大掌揉了揉, 猛虎又变成了那个 逗我开心的少年将军。 做不过, 就是想法子让我再回边关罢了。 回边关? 虽然嫁过来才不到医院, 可我确实已经习惯了 杨宴出在身边。 他若走了, 一想到他要离开, 我心里就有些发慌。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掌, 有些慌乱想叫他别走, 又觉得自己是他的妻子, 丈夫去保家卫国, 我又哪里有理由强留他呢? 被抱着放在床上躺好, 杨宴出起身给我盖被子。 声音温和地宽慰我, 若是我去, 爹娘就会留下来, 若是爹娘去, 我就会留下来, 总不会叫你一个人留在家里的。 他说完, 垂眸思索了片刻, 又贴近我低声地叮嘱了一句。 若是有一日, 我和爹娘都被外派了出去, 你就带着几位嬷嬷, 还有家里的百名府兵, 无论谁来叫你, 都不要出去, 安心等我归来便好。 见我点头, 他揉了揉我的头发, 就要转身去踏上。 走了一步, 却被我拉住了衣角。 我侧身趴在床上, 脸颊飞红到了耳尖, 低着头, 不敢看他的脸。 别, 别走。 杨艳出身子一僵, 衣服也没脱, 就性子急地跳上了床, 隔着被子将我牢牢地锁在怀里。 我心里略有些失望, 心想着难道是自己长得不够好看, 所以杨艳出不喜欢我。 不然怎么成亲这么久了, 他还不肯碰我。 这和出嫁前, 府中嬷嬷说的可是半点都不一样呢。 身后的少年将军像是个大火炉, 隔着被子都觉得他热得像是要燃烧起来, 像是听到了我的心声, 他沉默片刻, 红着耳间解释, 韩嬷嬷同我讲, 年岁太小同房, 你若是有孕, 恐有性命危险, 叫我再等上一年半载, 给你调养好身子, 到时候再同房, 对你和孩子都好。 刚才冷了的心, 又被烫得暖和。 我整着他的手臂, 本来体凉的身子只觉得温暖舒服, 睡了个好觉, 可就是苦了阳宴出, 大早上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瞧着像是一夜未睡。 我坐在桌前, 听着李嬷嬷的吩咐, 一点点地看着账本册子, 看着看着我不禁有些脸红, 当初投赐见母亲穿的宿景。 头上也没什么拆还首饰, 还觉得杨家不是太富裕。 此时拿了一本账册, 再去看桌面上的遗落子, 我心里直叹气。 早在收了母亲一大箱子金镯子时, 我就该知道杨家哪里是不富裕, 分明就是太富裕了。 家中的库房册子一打开, 上面的物件看得我是眼花缭乱的, 自有的还写得错上几笔。 我有些无措的仰头看向李嬷嬷, 李嬷嬷也是苦笑, 都是咱们将军的手笔。 我听了称呼一愣, 一旁给我嬷嬷的翠儿也是眼前一亮。 将军说的是母亲, 可不, 咱们家大娘子是陛下亲封的镖旗大将军, 可不比老侯爷差。 知道母亲上阵杀敌, 是个厉害人物, 只是没想到在这男人当家做主的天下, 他竟然能和老侯爷平起平坐。 我和翠儿对视了一眼, 手上的杖册立马没了去。 两个人一左一右地央着李嬷嬷坐下, 给我俩讲讲母亲董若英的英雄事迹。 从早上过后, 一直讲到了傍晚擦黑, 李嬷嬷说得口都干了, 我和翠儿却听得津津有味儿。 晚上, 我眼睛亮晶晶地 同阳艳出躺在床上, 说起母亲, 我满怀憧憬。 从前只知道女子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扶死从子。 从生到死都在这规格之内的一亩三分地而理。 如今, 我竟才知, 原来女子也可以天地广阔, 同男人一般, 建功立业, 闯出一番事业。 露宿风餐是不辞, 尹将鲜血带胭脂。 多么波澜壮阔地, 引人向往的一生。 是我等规格内, 坐井观天的小女儿家, 想都不敢去想的梦境。 我心中激荡地说了许久, 却未曾听见杨艳出的回话。 以为她睡了, 扭头看去时, 就见她侧着身子, 手臂撑着脸, 看我的眼神, 笑意盈盈的。 怎么这般看我? 杨艳出微微摇头, 但笑不语, 笑得我脸色发红, 冷静下来又觉得听完故事热血难凉, 怕是说了哪里不对的话。 我刚才哪里说的不对了吗? 见我怯生生地看她, 她伸手替我撩了耳边的发丝。 芙蓉艳丽是美的, 海棠温丸也是美的, 二者都有美名。 可你若都不喜欢, 那就当一棵大树, 也很不错。 娘子就做自己想做的, 无论艳丽还是温婉, 又或是坚韧不拔的大树, 总之, 这人生路漫漫, 不如就瞧来看看。 从来没人同我说过这些话。 从前的教养嬷嬷, 家中的女夫子, 他们只会教我相夫教子, 拆还首饰, 品茶坟香。 我正正地望着杨艳出, 声音有些发抖, 你当真是这般想的吗? 她点了点头, 指尖揉开了我猝起来的眉头。 女儿家生来艰难, 不说旁人, 就说母亲, 边关蝶血多年, 杀得敌军多如牛毛, 可回到京中, 那群酸儒还要见她一笔不守妇道。 我面露震惊, 她捏了捏我的脸, 就因为圣战回京时, 她穿着盔甲和我爹一起游马入京。 要不是母亲心宽, 还不叫那些人挤兑死, 所以你啊, 也要学着心宽些。 谁若欺负你了就打回去, 惹你不高兴了就骂她, 忍她做什么。 我轻笑一声, 摸她手上的茧子。 我要是天天骂人, 那还不成了京中有名的汉妇了。 杨艳出任我妈仨, 眉风一挑, 语气也带着桀骜, 汉妇怎么了? 我们老杨家就没有那受欺负的人, 我家娘子更是不能受一点欺负, 谁要是欺负你了, 我就去她家门口, 弄上满京的供水, 日夜不停地泼个三天三夜。 我笑得停不下来, 脑子里一想到那个画面, 心里舒爽, 又有些泛恶心。 你当真是个魂不吝的, 这京中可还有人是你怕的。 杨艳出状似认真地想了想, 半赏指了指天上, 一个吗? 自然是陛下。 另两个便是父亲母亲, 再有啊, 就是你了呀。 她的指尖刮蹭了下我的鼻子, 我脸没忍住地红了, 谁要你怕了? 她却又突然不说话了, 只是躺正了身子, 语气悠悠地说, 很怕很怕, 怕当初娶不到你, 娶不到我, 可我不是替了宋婉晴的婚事吗? 我还想问, 那人又坏透了, 闭着眼睛装睡。 杨艳出身子康健的消息传了出去, 第二日, 宫内便传来旨意, 宣一直在杨家的太医入宫回话。 我嫁过来一个月,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位宫里的老太医, 个子不高, 倒是身材是太医里少有的胖, 身旁的韩嬷嬷见了冷笑一声, 来了府中一个多月, 每日高饼果子不断, 又领了差事不能出门, 可不就胖了? 我偷偷拿袖子眼住嘴, 想把碗里的不要倒了。 冷面眼尖的韩嬷嬷冷哼一声, 伸出去的手被害怕的翠儿推了回来, 还义正词严地教训我, 小姐, 师父也是为了你好, 你还是都喝了吧。 我傻眼地看着她, 她一开脸, 装作看不见。 哼, 臭丫头, 有了几位师父就和我不是一条心了。 在韩嬷嬷的注视下, 我只好把剩下的汤药都吞进了肚子里。 之后, 李嬷嬷又抬了杖策来, 翠儿就笑嘻嘻地跟着韩嬷嬷出了门。 透过窗子, 还能看到韩嬷嬷在教导翠儿习武。 那日听了母亲的故事后, 我便整日带着翠儿去给母亲请安, 用杨艳出的酸话说就是, 你见母亲比见我还勤快。 几天下来, 翠儿就动了心思, 央着我想学点舞艺。 我端着她殷勤倒得冷久, 拿枪拿掉地清了清嗓子。 那, 看翠儿的心悬着, 一脸紧张的样子, 我豪迈地一口引进了杯中酒。 那就去吧。 我这边话刚说完, 就听杨艳出下朝归来, 笑着一推门, 见到我端着酒盏子, 猛地扬高了声音。 韩嬷嬷, 娘子偷偷喝了冷酒。 我心里一惊, 接着扇衣术又冷面的韩嬷嬷就走了进来。 从那以后, 她就开始盯着我每天的汤药。 翠儿这个没良心的小叛徒, 也跟着几位师傅开始盯着我。 我气得拿着帐策子狠狠地朝杨艳出丢过去。 她也不恼, 接过帐策笑嘻嘻地坐着和我一起看。 刚看了两眼, 杨艳出就佯装头疼地往我膝盖上一躺。 嘴里还哀嚎着, 哎哟, 娘子, 这字看得我头疼, 你快给我揉一揉。 我看着她装模作样。 有些想笑, 心里却又有些难舍。 指尖轻柔地揉上她的太阳穴, 我轻声问她, 陛下可有说什么? 她听出我声音不对, 扭头握住了我的手, 眼神带着担忧, 却又笑着来哄我。 陛下哪里会说我什么? 不过是又快到冬日了, 北方那群胡子又要来打劫了, 朝上有人动心严子, 有人却也真心实意地为百姓担忧。 杨艳出叹了口气, 笑着捏了捏我的脸, 远想着, 和父亲母亲还有你一同过个好年, 可我们过得好了, 边关不知要有多少百姓 无家可归, 无米下锅。 我心头一紧, 眼里的泪都顺着脸滑了下来。 你自请回边关了? 脸上的泪被她伸手擦掉。 不是我, 是父亲母亲要去了。 下朝时, 父亲还叮嘱我, 此事要先告知你, 家中的一切还要你多多费心, 过门头一年, 就让你操持一切, 真是辛苦你了。 我吸了吸鼻子, 攥紧杨艳出的大手, 泪眼朦胧地说着, 自我嫁过来, 你和父亲母亲待我这样好, 想得万般周全, 我又有什么可辛苦的。 得知公婆要回边关了, 我就开始准备了起来, 听说边关苦寒。 朝堂上吏部户部, 又在对边关的军粮东拉西扯的, 每日下朝公婆都面色不渝。 杨艳出也是说起此事, 就咬牙切齿。 听闻陛下下了朝堂, 也是长须短叹的, 但陛下刚登基不久, 国库空虚, 面对一个个大臣枯穷,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看着家中的产业, 又遣了下人去问外面的粮价, 眉头一皱。 杨家是大, 家中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是厉害的, 怎得这账策和经营这般差劲? 主人家常年不在家中, 这家里倒是喂饱了这些中饱私囊的蛀虫。 我连夜带着几位嬷嬷, 将账本重新梳理, 派遣下人调查十年各式物品和米粮的价格, 各个庄子的收成, 不过三五日竟然将证据收了个齐全。 顶着乌青的眼圈, 我带着一众嬷嬷, 走进了杨家待客的院子里, 坐在了上手的主人位上, 下面站了一群杨家的下人。 翠儿带着两个婆子抬了一摞子账本, 放到我手边, 底下人不明所以, 眼神交涉, 却也乖乖地朝我问好。 我抿了口浓茶, 醒了醒睡意, 撂下了茶碗。 今日叫了朱未来,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是父亲母亲年前就要回边关。 话说一半, 我抬眼往底下一瞧, 坐得高就是有这一点好, 底下的人什么模样都能叫我看个分明。 有机灵的, 知道日后要听谁的话。 好网上爬一爬, 有心思深的, 从前得了不少便宜的, 眼里的期待, 简直一余言表。 我接着往下说, 家里的事物从今往后, 就由我这个心腹全权处理, 想着既要管家, 那自然首要的就是把人认个清楚。 年纪小得懵懵懂懂, 年纪大的管是婆子, 有几个穿着不错的, 瞧着倒是对我说的管家颇为不屑。 我也不恼, 手往旁边的账册子上一放, 以前咱们也没共事过, 不知诸位的能力, 咱们原本做什么的, 今后还做什么。 见底下有人更为不屑, 我轻笑一声, 让几个下人抬了两扇大屏风。 我听闻母亲掌军言明, 做小辈的自然要学习一二, 武将世家理当赏罚分明。 从今日起, 做得好的记忆旁, 做得不好的记忆旁, 三次大过, 我也不打你骂你, 只拿了你全家的卖身器, 一同发卖了便是。 底下的人吓了一跳, 心都悬了起来, 只有个看着年岁十一二的丫头, 仰着头声音清脆地问, 问大娘子安, 奴婢灵儿, 敢问大娘子做得不好要法, 那做得好了可要上。 我笑着点了点头, 自然, 若是做事做得好了, 钱财奖励只是一般, 当个管事也算平常。 灵儿仁如, 齐鸣是个小机灵鬼, 眼神一亮。 那若是做得特别好呢? 我抿了口茶水, 看这小丫头急的, 一旁的下人们也在留心听着。 若是做得特别好, 那自然就要扶责后辈了。 身强体壮的可以去参军, 若有了一工半职的, 也能脱了奴籍, 若是女儿家, 到了年岁的, 我做主给他匹配个军礼的兵爷, 也当个正头的大娘子。 底下的下人们顿时炸开了锅, 谁家儿郎多少岁, 谁家女儿到了年纪, 都想着能有个好归宿。 人啊, 只要有了笨头, 这日子总会好的。 没几日, 赏了几个, 罚了几个, 发卖了几个, 这院子终于也算安定了。 小丫头灵儿, 我让翠儿去问过, 娘亲是后厨的孙娘子, 丈夫早年没了性命, 一个人拉扯着女儿长大。 有些眼界, 曾每日做了果子, 秧着读书认字的嬷嬷, 教了女儿些字。 那丫头灵厉, 我瞧着喜欢, 就让她来我院里当差, 还管了写榜的差事。 把家里清理干净后, 郊外的庄子什么的, 我也派人去查了个一清二楚。 我把母亲送我的大半箱子, 金镯子, 换了银钱, 整日派人在庄子上, 村户家里, 或是外来的商人那里收米粮, 家里知道我在忙, 却都信任地 不来过问我银钱的去处。 母亲父亲离京的那日, 前面是军, 后面是几十车车折清浅的粮草。 杨艳出骑马抱着我, 身后跟了三五十辆粮车, 车车很深很沉, 一路上我都很着急, 怕母亲父亲等不及。 直到远远地见到城门口, 他们正在和人告别, 我才松了口气。 母亲见到一车车的粮食, 眼睛一亮, 上前一步拉住我的手, 好媳妇, 这是。 我要行礼, 却被母亲拉住, 只得一一解释。 我听相公说, 粮草不充足, 将您送我的镯子 和库房里用不到的 名贵料子都卖了。 去寻了庄户和有存粮的富商, 新粮价贵, 只买了三成, 旁的都是去年的旧粮, 我都是捡着保存好的收的, 吃是不防是的, 还备了挤车草药。 说到这儿我内心不安, 当时听到粮草不足, 我只觉得脑袋一热。 买完花费了许多, 才想起我是新妇, 刚刚涨家就这般作为, 只怕惹了公婆不喜。 却没想到母亲面带喜色, 大掌亲热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声音扬起, 朝着后方的将士们喊道, 小子们, 看到没, 找媳妇就要找这样贴心的, 都学着点。 将士们面带喜色地高声喊着, 是, 听得我面色一红。 父亲也走过来, 笑着同我说, 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能筹到这么多粮食, 我们走后, 家中交给你, 我和你母亲也算是放心了。 大军临走前, 母亲还偷偷跟我说, 买粮把我送你的首饰都用了吧, 等我下次回来再给你带。 首饰。 我一想到那些半斤重的镯子就头疼, 连忙拉住母亲, 往她怀里塞了一盒先前打好的 精中样式的首饰。 先前拿着镯子去容了, 我打了许多箭, 这套是专门选了给母亲的。 母亲喜笑颜开地收了, 挥了挥手。 行, 那你和燕出回吧。 因为干了大事, 我连着几日都喜滋滋的, 直到偶然间听孙嬷嬷说, 每次大军出征, 都是粮草不足的。 我好奇之下问了一句, 那往常都是怎么解决的? 孙嬷嬷笑着, 咱们将军和侯爷在边关是常年留着地的, 平日里咱们就种地存粮, 战时就冲了粮草, 要实在不够, 就低价和沿途的百姓们收, 一路走一路收, 到了边关也就够了。 我愣住, 那要是再不够呢? 孙嬷嬷给我倒了杯茶水, 语气狡黠, 再不够, 那就是时间久, 战时吃紧, 非常实行非常事, 那就只能麻烦那些富商乡绅老爷了。 我脸红得像是熟透了的桃子, 扬艳出回来时, 我都没注意到。 他凑过来扒开我捂着脸的手, 娘子这是怎么了? 我修得不知所措, 将事情说了, 父亲母亲明明能解决的, 我却来耍了聪明, 还沾沾自喜了好几日, 我…… 杨艳出笑了一声, 娘子这是做得好极了, 将士们保家卫国流血流汗, 可每年出去粮草都不够, 吃不饱是拿不起来兵器的, 如今娘子送了那么多粮草, 他们可高兴坏了。 可我听闻, 沿途是可以收粮的, 倒是可以, 只是有时丰收能收购, 有时年岁不好, 还是要节衣缩食的, 总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这边还没说完话, 那边就听翠儿火急火燎地跑进了院里, 跑得太快, 鞋都甩丢了一只。 怎么了? 这么慌张? 翠儿气都没喘云, 就指着正厅, 公, 公里来指意了。 我和杨彦初对视了一眼, 立马叫人去铺红布, 准备赏金。 一进入正厅, 一个面白无须的总管公公, 就喜笑颜开地迎了上来。 小侯爷有礼了, 这位就是大娘子了吧, 快快, 准备准备接纸吧。 我愣了一下, 有些无措地看向杨彦初。 结果他眼神里也带着意外, 两个人带着身后的下人跪下接纸, 就听公共知乎者野地读了好长一串, 最后得的结论就是, 圣上要封我告命。 杨彦初给高公公塞了好大的赏金, 凑过去问, 陛下这事? 高公公捏着银子, 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前些日子, 大娘子去送老侯爷和将军, 那么些粮食, 听说呀, 那车者可是要比户部的身重很多, 陛下心里妥贴。 杨彦初这才放下心来, 又给高公公递了一个荷包, 将人恭敬地送走了。 我捧着圣旨看了又看, 只觉得这金边红字怎么看怎么好看。 杨彦初笑着凑过来, 接过我捧着的手, 和我一起看。 我家娘子真争气, 瞧瞧这上面夸的, 嘖嘖嘖, 不愧是我家娘子。 这人哪, 夸起人来, 简直要把人羞死。 接着就到了年底, 人人都换上了新衣服, 打好的拆还首饰也都装扮上了。 整个家里的该赏的赏, 该罚的罚, 洒扫房屋, 装扮春帘, 放风筝, 点爆竹。 和杨彦初给交往亲密的人家写拜年帖, 这人去送拜年礼, 写到送家时, 我停住了笔。 杨彦初伸手拿过了笔, 笑道, 新年莫要多思, 便当寻常亲戚好了。 拜年帖和拜年礼是翠儿带人去送的, 送完一回来, 就带回了一个大消息。 我正在喝茶, 听完消息, 险些一口茶喷出来, 他们当真是这么说的。 翠儿点头, 义愤填膺地说, 我看八成是真的, 小姐你没看见我去时, 送大娘子那副得意的嘴脸。 而且, 小姐猜我在送家见着谁了? 我心里一动, 见着谁了? 还不就是那个不着调的许三公子, 甚至连许姨妈也来了? 我将茶杯放好,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好的预感。 你去府门吩咐一声, 相公回来, 立马叫他过来捅我说话。 翠儿不明所以, 却也乖乖点头。 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 本来下了早朝就该回来的洋宴出, 却直到傍晚才从宫里出来。 面色沉重, 一进屋就坐在桌前沉默不语。 我心头一紧, 给他倒了杯茶水, 他没接, 伸手扯住我的手腕将我抱进了怀里。 可是, 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杨艳初将脸埋进我的腰腹, 半赏, 仰头看我, 今年过年, 怕是经理要不消停, 宋家那边先不要联系了。 我看了他一会儿, 轻声把翠儿带回来的消息说了, 翠儿去宋家宋礼。 全家都喜气洋洋的, 有嘴不言的下人说, 有贵人要去宋婉晴, 许了正妻的位置。 杨艳初拉着我在凳子上坐下, 点了点头, 六王爷。 我震惊地叫出了声, 六王爷。 要说经中头几年最大的消息, 是什么? 莫过于先皇抱冷, 没把皇位传给最疼爱的六王爷, 而是传给了皇后所出的四王爷, 也就是当今陛下。 可当时圣旨已下, 六王爷南下回来时已成定局, 只得安分守己。 肆意潇洒了几年后, 一直没娶妻的六王爷, 突然要娶五品官宋家的嫡女宋婉晴, 甚至连娇饿了的许家也登门了。 怎么看, 这事情都有蹊跷。 杨艳初没有再细说, 只是叫我关门庇护, 甚至叫匠人来借着新年修整了院子。 一连半月, 京中的局势剑拔弩张, 杨艳初也是每日早早出门, 夜半才归家。 整个新年, 京里没有一点喜色。 大年初三上朝, 杨艳初言语莽撞, 冲撞了太妃娘娘, 被打了二十鞭子。 六王爷气不过, 陛下为了稀释宁人, 罚了杨艳初去守皇陵, 当晚连家都没让他回, 就把人给送走了。 我心里担忧, 写了封信让母亲留下的人送去边关, 然而没到一个时辰。 那人就一身黑衣地回来了, 没心一跳, 我连忙上前问道, 没送出去。 他摇了摇头, 声音压低, 全程戒严, 此时若是出去容易打草惊蛇。 我心里了悟, 只怕是杨艳初当初所说的大事要发生了。 叫人去寻了家里的嬷嬷, 全家的守卫和家丁分成了两队, 两班交替职守, 大门紧闭。 一连紧绷了三天, 终于在第三天夜里出了事情。 满城的火光大亮, 府门外人声鼎沸, 整条街都沸沸扬扬的。 尖叫声, 哭闹声, 都昭示着外面发生了大事。 我将府内众人召集起来, 分配了各方的事宜, 最后道, 外面不平静, 我们武将世家最不缺的就是兵器, 人人都给我装备上, 谁要是敢冲进来, 就给我格杀勿论。 若是有人趁机逃跑通敌, 就按逃兵来算, 杀。 只要守好门没, 事后会对诸位论功行赏, 可听明白了。 众家丁? 明白了。 等了半个时辰, 没有等来人攻门, 反倒是许志钊来大门外叩门。 二表妹, 我是你许家表兄, 杨艳出被罚守灵, 你何苦还替他守着偌大的宅子? 六王爷今日事成, 他们杨家一个也跑不掉, 你不如开了门来, 让我等攻了杨家, 事成之后。 我用功劳换了你来, 你我二人还是一样的夫妻, 我在门后一脸无语, 我都成亲了, 这许志钊居然还在想着我, 真是令人恶心。 原本还没明白六王爷和宋家的利害关系, 如今许志钊来敲门, 我便懂了。 许姨父被罚去看城门, 想必六王爷谋反进城的兵将, 就是他给开的城门。 朝堂之上, 我父亲宋大人在不济, 也还有一群同僚, 到时庄朝臣都被灭口, 他在装模作样地开口承认 六王爷的身份, 可不就名正言顺地改朝换代了。 而如今, 我招手让一众府兵放箭, 在许志钊惊慌的骂声中, 冷声开口, 想不到许表兄, 才不到八斗, 却有王侯将相之志。 真是让我佩服佩服, 许志钊在门外喊, 那你还不快开门。 只是如今我已是杨家父, 杨家从来只有王家, 没有祥君。 想要攻破杨家的功劳, 怕是只能表兄自己来拿了。 火光连天, 喊打喊杀声不绝于耳。 我端坐堂前, 身边站着拿着武器的翠儿, 身后站着拿着册子祭功劳的铃儿, 还有四位嬷嬷。 表面上是不怕的, 可哪有人是不怕死的呢? 可我这个当家的大娘子若是跑了, 只怕除了在侧的冰疆。 其他下人不过就是一盘散沙。 喉咙紧张地发干, 我伸手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凉茶。 礼仪最好的王嬷嬷见我还有心喝茶, 还笑着称赞我, 大娘子泰山崩于浅, 还能面不改色, 泰然自若, 可见小侯爷的眼光确实是好的很。 我端着茶碗, 一时间被夸得都有些差点没撑住, 不过, 杨艳出的眼光好。 我是替嫁的, 从前见都没见过, 如何算是他眼光好? 想问, 又觉得此时不算是好时机, 只好先将疑问放进了肚子里。 门外的许志钊带着人, 久攻不破, 正在想办法, 却突然听到有人高喊, 小侯爷回来了。 府内众人气势猛得高涨, 接着就听门外马蹄声响起, 大批的马蹄脚步凌乱。 我猛地从椅子上站起, 就听大门外的许志钊惨叫一声, 再也没了声响。 大门再次被敲响, 杨艳出的声音响起, 我不回来, 莫要开门。 宫里还需忍守, 我要晚一点才能归家。 最后, 杨艳出声音温和地叫了我的名字, 阿福, 等我回来。 我想问他身上的鞭子还疼吗? 刚才进城, 可有受伤, 入宫去可会有危险。 可我最后什么都没说出口, 只是快走两步, 再听到门外他上马时。 高声回了他一个字, 好, 我等你回来。 一连三日杨艳出都没回来, 出去打探消息的下人回来说, 死了很多人。 宫门口的地上都是血, 清理的宫人一桶水一桶水地倒下去, 像是一个满是血水的池子。 我害怕地手抖, 好半赏才攥起了笔, 在纸上写了一句, 无病无灾, 碎碎安康。 笔刚离了纸上, 就听门被人推了开来。 一身铠甲, 几日不曾打理的杨艳出, 彻底成了不修蝙蝠的操汉子。 本来眼泪都开始打转了, 一见到他, 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 杨艳出轻声跟着笑, 挑起眉峰, 还学着顽固子弟的样子, 调笑我, 这是哪家的小娘子啊? 长得这般好看, 快说了名字于我, 我好叫母亲前去提亲。 只是这话怎么好生熟悉? 我猛地站起身, 颇有些震惊地看着杨艳出, 及鸡礼那日, 是你在花园替我解围。 杨艳出颇有些不好意思, 轻咳了一声, 本来听说有了婚事, 是去看你大姐姐的, 可我见她打骂婢女, 性子又装模作样的, 不喜欢。 反倒是你, 瞧着着实有趣, 不知不觉就跟了你一路。 我脸色一红, 转瞬又想起了替嫁的事。 那我替嫁过来的事, 也是你。 杨艳出快步走了过来, 想牵我的手, 看了看脏污的身上, 又退后了半步。 我细细地瞧了宋婉晴和你的性情, 还有你父亲和大娘子的, 知道无病无灾, 若是想娶你, 怕是很难。 刚巧陛下得知六王爷有谋反之心, 甚至还派了人来边关害我性命, 于是我就将计就计, 装作重伤回了京, 果然, 你父亲和大娘子立马就不愿意了, 只是, 委屈我家阿福了。 我红着眼睛不顾她的阻拦狠狠地撞进了她的怀里, 尘土和血腥味很重, 却满是安全感。 我紧紧地抱着她的腰身, 轻声同她说, 我也是见过你的。 她的身子僵了僵, 我仰着头笑着看她, 有年元宵灯节, 娘亲带着我跟着家里出去看灯, 正赶上你从边关打了圣仗归来。 那年的元宵灯节, 是娘亲陪我看的唯一一场。 十四五岁的少年将军骑着高头大马, 眉宇间桀骜不驯, 却不知惹了多少京中姑娘的心。 我娘亲见我看得出神, 就笑着道, 若是我家阿福能得了她做夫婿, 我也算是能放心了。 十来岁的我羞红了脸, 可我知道娘亲的意思, 那个满是大英雄的杨家出来的少年将军, 当真是这世上最好的夫婿了。 可也是在那一日, 父亲得知了杨彦初是杨家子。 我也知道了, 那个少年将军会成为宋婉晴的夫婿。 而如今, 我看着坐在我面前, 乖乖仰着头让我替胡须的男人, 没忍住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一向桀骜肆意的杨彦初却直接愣在了当场, 瞪着眼睛摸着唇, 活像是被调戏了的黄花大闺女, 从脸颊红到了耳后。 我脸色一红, 扭头去收拾剃刀, 帕子, 啊, 却被人从身后猛地抱起, 吓得我惊呼出声。 杨彦初像是疯了一般地贴着我的耳侧哄着, 娘子, 再亲我一下。 我轻生想要挣脱, 你别。 人却被他反手压在了榻上, 两个人距离离得很近, 我修得不知所措, 刚要闭上眼睛任他失为。 就见身上的男人猛地下了床榻, 脚步极快地就往门口去。 我心里一阵难受, 狠狠地垂了下床榻。 这个可恨的杨彦初, 怎么就这么就跑了, 显得显得好像我很急色一般。 刚下了地, 把东西收拾好了, 打定主意今天不再理他了, 却又见他兴冲冲地跑了回来, 孤注我的腰。 将我打横抱起, 青天白日地就往床榻走去。 我有些慌张地叫他, 相公。 他却脚步急匆匆地走到床边, 将我按在了床上, 眼神雪亮。 我问过韩嬷嬷了, 你身子痒得差不多, 可以同房了。 脸瞬间红透地宛如春日的桃花, 扬艳出俯下身刚要亲我。 就听门外传来翠儿的声音, 孤夜, 宫里又来照你了。 杨艳出的脸瞬间黑成了煤炭, 反倒是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被他恨恨地捏住了唇。 你还笑你夫君? 杨艳出又入宫了。 临走前跟我透了口风, 说是可能是有关宋家许家的事。 我叹了口气, 给他整理衣服时, 还是开口了, 父亲对我不是什么慈父, 可也不是什么坏人, 母亲好歹还算养我长大, 你若能帮忙开口, 也是好的, 若是会连累你, 就任由陛下的心意吧。 好歹父女母女一场, 叫了许多年的父亲母亲, 如今我也算是尽了最后的力吧。 杨艳出低头亲了我一下, 挑起没逗我, 我说要和娘子同房, 娘子可是怕了。 我知她此时提起, 多半是怕我忧虑, 想逗我开心。 于是, 在她临走之前, 我红着脸轻声同她说了实话, 我是不怕的, 只要是你, 我都不害怕的。 然后杨艳出的脸更黑了, 嘴里骂骂咧咧地, 骂着宋家和许家, 嫌弃他们耽误时间。 许家被判了抄家, 宋家是杨艳出的岳家, 罪过又不大不小。 她又是此次叛乱的大功臣, 还未开口, 陛下就看在她的面子上, 改判了宋家流放。 流放的地方, 刚巧是杨家军驻守的附近, 也算是给足了杨艳出面子。 不过粤鱼, 斩首的斩首, 流放的流放。 杨艳出不过二十余岁, 又是家中独子, 内室也只有一个冲喜的庶女。 京中的贵妇人们, 又开始动起了心思。 杨家在京中也不能不走动, 有人下了帖子, 我就带着几位嬷嬷和翠儿去了。 一些人打着幌子地询问杨艳出的事, 去了没几次, 我就不爱去了。 我自己都还没同房几日, 他们就一个个想着地 往杨艳出的后院塞女儿, 真真是让人生气。 我生气, 晚间就把杨艳出这头 刚得了滋味的恶狼赶出去, 然后她也生气了。 第二日上早朝, 她当着陛下的面, 说, 臣当初病重, 感念家中娘子冲喜的恩情, 如今身子骨大好, 也该补上一场风光大半的婚事给她, 才不算委屈了她。 陛下同意了, 还让皇后娘娘填了押妆, 这次婚礼风光大半。 十里红妆又有着杨艳出护驾的功劳, 可谓是人山人海。 一时间, 京中的这些人精都知道了杨小公爷, 那真是把他家娘子当成了宝贝, 爱护有加。 婚礼之后, 京城规矩多, 还要四处打点, 每日上朝。 杨艳出这个不安定的性子, 又开始不老实了, 居然去信给母亲父亲。 直言, 京中事多繁杂, 不利于阿福有孕, 爹娘年岁也大了, 不如回京养老, 我好待阿福看看墨北风光。 听说父亲收到信后, 骂了一句臭小子, 后来竟然真的给陛下上了奏折, 说自己年纪大了, 想回来养老。 守卫边关的事, 就让年纪小的儿子来。 陛下最后同意了, 杨艳出就开始着手准备车马人手, 我则是准备物件, 要用的东西。 一队车马走走停停一个多月, 终于到了边关。 我才见到什么叫做天地广阔, 长河落日, 和母亲父亲见了一面, 相处了几日, 他们就开始返回京城。 杨艳出带我骑马射箭, 列路烤羊, 甚至还给我准备了一匹温润的小马, 让我学着骑。 在这里, 不用和豪门闺女琴棋书画, 不用被人指着几辆鼓, 说我小家子出身。 他们只知道我叫阿福。 骑得一手好马, 写得一手好字, 酿得烈酒出了名的好, 谁若是得了, 可以显摆三日, 只是别被阿福的夫君知道了, 不然非要找你切磋一顿。 翠儿刚来的时候, 还算老实, 时间久了, 竟然和人吵起了架。 刚开始, 我还有些担心, 直到后来发现那将领表面惹他生气, 见他生气了, 就又是买糕点, 又是送古迪的。 分明就是对这个傻丫头有意思, 可他, 却只觉得那人惹他心烦。 我说给杨燕出厅, 他却翻身将我压在身下, 总说他们做什么, 该研究研究我们的事了。 我红着脸看他, 我们哪有什么事啊。 他温热的气息打在我的脸上, 凑过来轻轻地对我说, 长夜漫漫, 我们夫妻二人自当春宵一刻。 又是一年海棠花开, 我弯腰凑在杨燕出旁边, 低头看小木床里面, 睡得香甜的胖团子。 相公, 你说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才好呢? 杨燕出万般慎重地想了许久, 想了一句, 海棠未雨, 梨花鲜雪, 一半春休。 就叫糖儿吧, 用你最喜欢的海棠做名字。 我脑子里回想着, 当初听到要嫁给杨燕出时, 也是这样一个海棠花开的季节。 唇角不自觉地弯起, 看着杨燕出认真的模样到了去。 好。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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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